包括吃東西 那我們經常聽人家講說 這就是好轉反應 你大量的吃 沒有關係 最後這個人洗腎了 其實 你是誤導人家的 那我們必須提出幾個概念 什麼概念呢 當你做一個症狀或是飲食一個條理的時候 你一定是這幾個 有在平行的改善 你吃這東西晚上睡不著覺 那不是啊 對不對 吃了以後 你根本就沒有食慾 這都是錯誤 所以說我們症狀 為什麼要改善 改善了以後就是要有這幾個會呈現 排毒啊 排毒就是 會癢了 這也是正常在改善耶 對不對 精神 對不對 情緒 食慾 睡眠 這幾個有改善 才是真正叫改善 不然 我們會被誤導 被誤導 那 什麼叫好轉反應 我把它歸類成 五種 那比如說一個人 你疼痛 來我這邊調理 那他可能是會舒緩 第二天很舒服 第二天很舒服 他可能會更痛 對不對 因為破壞他的平衡 會更痛 那他可能會過敏 第三個 他會排毒 長一粒一粒的 這就是正常 這些正常的一個 源頭 是要剛剛那五項有 才是 不要說這樣都是正常 人家有一些反應 就是好轉反應 那 最後 有一種人 做完以後就會大哭一大 我曾經做過這種玩 哭了 一次 哭了一次 比一次厲害 對 這叫好轉反應 我們一個慢性變要好 一定要經過這幾個期 不可能一下就跳躍了 那我們透過這個圖 會更明顯 這個圖我經常是在跟人家講 我們人生病 或是一個慢性病 我們剛開始 也就是等待好轉期 我們很期待 可是呢 突然快速 當然有效就快速 這時候不要太高興 快速以後咧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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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到最後幾乎都沒有在成長 這個飽和維持期 這相當我們的減肥一樣 哇 剛開始好有效好高興 到一個層次了 怎麼搞的 一直沒有在進步 這時候 我們有一個思維 什麼思維 什麼思維 我們是不是 能夠辨識一下 是不是有必要再加其他的療法去看看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方式 不然你會掉下原點 這是很重要 我們處理病人 剛開始 成功不代表永遠成功 一定要到最後 他完全好 所以 我們就要加入其他的一個方案 這是我們給我們的一些概念 那我們必須講 因為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們的飲食內容 是跟我們的健康息息相關 那 從光療的一個創始人來講 他也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體認 健康的第一道防線 其實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健康的飲食習慣 這些是要被教育的 沒有天生就了解這些的 是要被教育的 也是最重要的 我也是被教育的一群 你看我之前多胖了 認識我的人 這個 大姐 我以前是這樣子 對不對 突然間不一樣的 對不對 是應該被教育的 每個人都應該接受這個教育的 那 所以 這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懂就好了 因為你的 整個的心態改變了以後 你才會真正的改 不是了解 了解太簡單了 你看 這個之前 這是我跟那個 美國林醫師在 在飲茶的時候 你看我的肚子多大 你看 到現在 到現在 整個逆臨 整個逆臨 對不對 我自己認為我逆臨二十歲 是不是我不曉得 但我自認為 我的信心 逆臨二十歲 那是我要跟我在連線 我那個ID 所以是歡迎你們跟我們連線 有任何的 任何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我們可以互相研究 L-S-K-P-T L-S-K-P-T 其實那就是 流式開關法的檢型 當我體認到 健康是第一道防線 其實這邊很多都是我的學生 幾乎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我的學生 那 這個 我們為了要做這個雜根的動作 剛剛有個小姐也問我 我們為了要雜根的動作 老師拿出自己的十萬塊 我得錢當基金 那 我願意給這些 學員免費來上課 當我十萬塊用完了 可能就 就 拜拜啦 以後你們要學 可能 學費都要兩三萬的 完全免費 那我們的目的是要什麼 要讓大家 決心做好家庭健康的守護神 為什麼 你自己都沒有在概念的 你全家怎麼會健康呢 基於這個理由 所以我們做這些東西 那 很多人啊 對我的課程不大了解 有些私聊就談談怎麼吃嘛 談何容易啊 你看 我們教你提升治癒的基轉 判定身體屬性的一個對策 這是 這是很深的耶 剛剛我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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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師講的 在台灣董事聊的真的沒幾個 可以數的耶 大家只是片面片面的 真的可以數耶 那 我們還教你食材怎麼來併認 我們還教你光譜怎麼來照光 欸 是全方位的喔 那我們還教你認識什麼叫有機 我們甚至教你簡單的 治癒力調整吧 怎麼來 來自己來調理自己 那 我們甚至 我們請了 這個 黃老師來教我們怎麼來排毒 樹葉有裝工嘛 我排毒也是在黃老師那邊 排毒的 那我們來教你 你想 你要健康你一定要 多吃點素嘛 素食怎麼吃嘛 一定要用漸進式了嘛 等一下叫你吃素你受不了嘛 我們用這個 歐蘭英老師最擅長的 飲食二分法 欸 這套棒啊 飲食二分法救了很多人 就是癌症病人 飲食二分法 那我們也教你簡單的 這些痛痛的 痠痠痛痛整個處理 你說這個課程又是免費 又是那麼的豐富 真的 台灣找不到 應該找不到 找不到 但是可能是我們這次最末期的 最末期的 為什麼最末期的 因為我十萬塊已經用到七萬多塊了 現在省吃僅用 還有兩萬多塊 所以我們很慎重 我們很慎重 我們真的 對很多人在猶疑 他說他時間怎麼錯不開來 我們只用兩個字 真的 趙老師只用兩個字 不捨 真的對眾生不捨 有這個機會 讓你們成長 讓你們真正的 守住健康守住幸福 結果很多人就是因為 我那一節課我要出國 我那一節要怎麼樣 你少一節課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四節課來三節課你也聽了很多啊 要用這個心態耶 那你看這是我們在二三期 我們的這些人數 這邊好多這個是二三期的 你看我們二三期 我們謝老師也是二三期的 這邊就是二三期 那位大哥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來來來來來你看 我們這就是二三期的 這是我們二四期 我們是有 我們是二四期 我們禮拜三要上課 第一天事情就是合照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節課書 裡面要有你們的結業照 所以那天大家穿漂亮一點 那我們 這個課程我們請到五個老師耶 每個都有學有專精的 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獨當一面 每個人每個人都有 不同的老師 我們要做什麼 因為我在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就要做第一 不要做第二 唯有你立志第一 你才有可能在第一的邊緣 你如果立志第二的話 你可能在最後一個邊緣 這是我們為神主事 我們的立志 一定要雄心要有這個雄心 立志要做第一 那我要做也要做第一啊 我要請四支啊 我要拜託他們啦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都是在 你看 我們有好幾個老師來上這個課 只有四堂課 我們請那麼多老師 這個 我們剛剛有問了還有沒有什麼名額 其實 我們現在已經有四十個人報名 那根據晚常的紀念 大概四分之一不會來 大概三十個人 但是我們還是不是很那個 我們基於對眾生的不捨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講說 如果有時候你們想學 你朋友想學 只有明天一天報名 我們後天就上課 就沒機會 這個大家要把握 大家要把握 或許我們的紀念沒有到 那我們 我們的教室是一流的 我們請一流的教室 那個場地啊 是上課的場地 那你們如果認為可以 我們秘書長在那邊 跟我們秘書長報 報備一下 因為我們明天做一件事情 我們該不要換教室 第二件事情我們明天要運出 你如果不要的話 你就不運出了 因太多對我們來講是個浪費 我們明天要做兩張之行 我們禮拜三就要上課 那我們還有一個課程 那我們就是 這個 結正到十月十三 這是一天的課程 我知道 前天很感人 有花蓮的專程 要搭車來 上這個課 那可能大家對這個課程不了解 那我們透過 一個老師 來跟我們 今天要講一下來歡迎我們的 劉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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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這一年多以來 我認識的老師 我上過他的課 他也上過我的課 那我看到的劉淑老師 我自己的手上 叫自己的自癒力 那個開關點 我對於自己開關點 我一天到一天 我想說 那個 對於我這種 都懂依照的 或許 它是一個 能夠幫助我 去幫助別人的一個 很好的工具 是一種學問 所以我新年間 就一直 很想像 劉淑老師的課 但我還過去 其實這樣 我真的很想 讓很多人來上課 所以 各位今天 能夠參與這個課 其實我 我相信 劉淑老師也是一樣的 我非常 衷心感謝 然後我曾經在這個 劉淑琳的一個 發表會裡面 開會 非常感動的話 他們的長老說 我們的歌聲 沒有辦法 傳承下去 現在 我發現 現在的年輕一代 他們會唱 我們古老的傳唱的時候 我們老人家的肩膀 輕鬆了 因為 我們知道 它傳承下去了 那我之間 最感動的 劉淑後老師 看出我們的大力 這個開關點 這個是 因為 他也告訴我 他在跟你們 時間賽討 因為 對雲上子 對人體這麼有幫助 有一個方法 絕對 一定要好好傳承下去 所以他在跟時間賽討 那 一過時間 就用我們的背書來做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 學習跟推法 來 讓更多人 在很輕鬆的 開招 不用用很嚴重的療癒 就能幫助生 回復到自然 跟健康 請 請 請 這個 我很少播這一段 其實 今天我處理一個病人 我跟他講 我在跟時間賽討 他體會到了 體會到了 因為 因為 因為時間成熟了 大概你們也會體會到 我說這句話的用意 那 當初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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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天老師的解釋道 不太過勞線穿圈 周田老師和周杰老師是 平方老師和老師 感謝林老師的協助 不學 自從已看到 天堅持之間的散法 死在地裡 沒有努力 再另外死轉 只不過另一種心情 感謝 感恩大家 一定的支持 暫時謝謝你 真的 我再不努力 真的會思考 不是在說 違言總聽 我一直想把課程更豐富化 那我一直在想說 下一集是不是能夠加一點遠距離療法 讓這個學任務真的能夠把它發揮到淫移盡致 那我們就透過我們的課程 這個是我們的課程 那你說我們的課程有多簡單 你的肛光背痛 你只要壓幾點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這幾個開關點 對不對 那幾個田一弄 高光就改善很多 那 如果 你這時候你懂得光療 再用 我們教你光療怎麼弄 檸檬色 紫紅色 照什麼 怎麼怎麼 你高光就好啦 有那麼難嗎 高光是目前中西醫最難的耶 中醫診所 它攀棒是什麼 專制高光跟中古神經 代表這兩個是最難的耶 所以我們來講是最easy的 透過光透過兩個點 那等一下我們用我們的眼距離療法 弄給大家看 太簡單了 當初 破冰之旅的時候 我就是用眼距離療法 給我的小看漢網 你看這個 我們看過一個背痛的案例 請問姑娘 你剛來什麼情況 讓我們幫你說 剛來的時候我就感覺 從早上起來是這個代表很痛的 然後現在是這個代表很痛的 然後最後 rapid摸摸摸摸摸摸 從這樣 她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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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聲音在哪? 沒有 聲音多了 你去那些都可以了 不是 好像被凝固了 這個瘋子靈活了 對對對 沒辦法 沒辦法這樣動不出來 知道嗎 還聽得見那個聲音 這個好生氣 開始整個心就動了 也把你綁死 因為一個角度的時候 你那邊會痛 最後你就不敢動那個角度 對 剛才我就 因為我就吐了 有那麼一點點生氣 可以嗎 怎麼這個瘋子靈都在動了 欸 就快好了 還真來 他幫你活化 真的嗎 這個瘋子靈活了 這就是這個聲音了 對不對 這個瘋子靈活了 好像不痛了 稍微講一下 剛剛它這邊痛 對 我們只摸了它 這邊就活化了 來放個身 來 這邊痛 我們很清楚 開關這裡 所以我們要開電 這邊痛 我們開關這裡 開關這裡 稍微一點 按摩一下 開關打開了 那現在會就這樣 要有一個鏡子鬆掉 整個鏡子鬆掉 這個聲音是來的 來 恭喜你 謝謝 請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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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來我們背痛 我們用眼距離療法教大家一下 你們出來好了 這個我們眼距離療法 這個我也很感謝他 他給我很多訓練 那其實 譬如說他這邊整個背痛 我們只要 看喔 第一個 這個手 壓這裡 對不對 這個手 這個手 他的一半 八分之五壓這裡 只要揉這裡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手 那我壓給你看 大概叫這個地方 好 痛喔 好 好 欸 好 好 好 是你的力量很大 破冰之裡沒有力量怎麼破冰 對不對 而且不讓力量大 要讓你的背完全鬆掉 要讓你的背完全鬆掉 喔 自負不了 我是最心致的 最心致的 最心致的 好 來感受看 鬆 鬆 掌聲一下 好 我幹不到 抓那個高敏感度 了 一次就知道 那整個是鬆掉的 這就是遠距離喔 我們覺得 我課程如果有加這個 你說 送醫診所 他是經營的很辛苦 經營的很辛苦 那 再來 來 這個腳踝痛 對我們講 剛剛教你怎麼做 我們又來一個 還是你好啦 你高敏感度 腳踝 不用收斜 手上解決 這是遠距離的 看 哈囉 一點 定江山 每個人腳踝都會有點痛 不是沒有 只是沒感覺 對 嗯 小心點來這邊 就這樣摸啊 你問我怎麼點 我也不知道怎麼點啊 這也沒有缺到點啊 信手拿來信手推過去就對了 對 來 感覺看看 鬆啊 這邊是這邊 對 對 那這邊也要抓 唉唷 好 碰不好 而且他是屬於酸的 酸的 欸 阿剛摸這個是痛的 他兩個是不一樣的 他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看摸這個 腳踝就 不是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你看 他跟我講 串到腳那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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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出道以來第一次表演 真的 我從來不表演這個 我第一次表演 全身在跑 全身在跑 對不對 謝謝 來 是不是 這個 欸 信手拿來 徒手的 老師 為什麼敢去破冰 其實 你要學各文各家的學得很專精 來 腰痛 平常我們腰痛要弄那麼多點 我也必須要承認 來 我們用遠距離療法 一點定江山 這個課程在我們的 這個 節正道課程裡面的 還有腳一個 腰痛的 那個 蘇萍 你腰痛過來 我知道他腰痛 來 看我們怎麼治療 我們不碰觸痛點 左腰右腰 那邊腰 那邊腰 來 這邊腰 就對側 對側 一壓 他已經好差不多了 反一壓 好輕一點 我只要這樣動就好了 estos 有嗎 我舉手 hemos要學就要學最究竟的 為什麼 哪點多也 哪點多也 好,這邊也弄一下 弄一邊 好,再輕一點 感覺看有沒有鬆 有 再壓一下 因為你的手比較嚴重 來,再最後一次 壓這裡,弄摸這裡 我們很多招啦,不見得是要這一招啦 有沒有好一點 掌聲一下 這個 這是我出道以來第一次 因為我在大陰要寫 要來傳承這個東西 是很簡單的 但是你要壓到對點 要對點一定要透過課程 透過課程 這個 我們12月13號 我們是26期 我們這邊都有 大家要掌握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呢 這是我上一期的學生 他學完了以後 他就幫你來抑診 已經抑診到一百多個 我今天 我今天跑萬華醫院 他跑台大醫院 一樣在做抑診 我也做夢也曉得到 我的東西為什麼 這個 剛結業就會做了 做得那麼的好 所以在 在我 在我 在我這個 宗教授 這個中聯罪師啊 我特別 把我們的服裝給他 送他一件服裝 這是榮耀耶 我們辦了25集 才出一個獎耶 他出一個獎耶 他今天 他到別的地方沒辦法來 真的 他每天都在做抑診 那代表什麼 這一套是簡單抑診 學六小時沒有經濟基礎 就可以 雖然 老師發言要清代一百零疫情 可是 心力有限 真的很累 很累 這套太好了 大家 沒辦法 體會 沒辦法體會 這個 大家掌握 這個兩個時段 十二夜三號 我們十聊的 這是免費的 十二夜十三號 這是我們節日道 上節日道有個好處 你上文課以後 以後來復訓都不用結 我們的目的是要你懂 要傳承 不是要收你學費 這是我們今年最後一集 未來 如果老師去大陸 可能就沒辦法回來台灣 做這樣的傳承 將來 好 這個大姐 你有報名嗎 我有 我有 站起來給大家看 你看 你看 好厲害喔 十三號 你看 我學會 我要去做一個老老師辦公室 你看 你看 老師那個辦公室 我去體驗的時候也是相當好 然後第二年全身的數 最近要介紹一個 都要看 他媽媽 要問 今天老師不去參作 我們會追加 媒體會追加 十二十三號 這個 我們的課程 其實我們在大陸都是醫師來學的 在台灣有一些中醫師啊 習醫師來學的 其實他們交往都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我們快 這個 我們 特別感謝我們這個上海的谷主任 他一路陪我 聽說明天就要回大陸了 我就特別記得他 來我們請我們谷主任來講幾句話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講幾句話 我們在上海的谷主之旅 就是他帶的 我們怎麼來破冰 這個 你看 他要回 回上海的一個前夕 特地帶了好多人啊 跟我鼓勵 來來我們請我們的谷主任 我們上海的谷主任 我們直接放個幾句話 謝謝劉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應該 這趟回來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應該大半的時間有看過我嘛 那我現在在這裡 我真的我很敬佩劉老師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是 我只要一通電話 老師 我的某某人 現在躺在醫院不會動 老師 你可不可以給我來 老師就講 OK 你等我忙完了就來 這個不是一次兩次 我真的很感動 那說到剛剛那個上海之行 說實在的 我也覺得 作為一個學生 這是我應該付出的 那個時候真的是全程陪的老師 說實在的 那個時候 我是老師第三期的學生 那 算是很早齁 我是劉老師的學生 我應該全力以赴 所以呢 也虔誠的陪同 那當然這過程裡面 說實在非常精彩 因為 本身我 對劉老師說實在 那個時候還是有問號 我除了上他的課 上了兩天 那個時候是禮拜六 禮拜天 聯繫兩天的課 然後就這樣子 就把老師給忘掉了 後來老師說 我要去上海了 你要不要招呼我 我說OK 後來來了以後 我發現上海的那個朋友 非常的熱情 然後呢 他們都覺得 發生很多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包括我們自己一個台商 剛好就是那時候過年嘛 趕年貨 要再光一百貨 就是賣年貨 然後太緊張還是怎樣 坐摩托車摔了 結果傷到他的那個坐骨神經 結果真的就躺到了那個 瑞安醫院 他真的不會動耶 真的不會動 那個時候金老師也在 我的小哥也在 我們四個人 就是上完那個歐陽茵老師那邊的課 就剛剛那個上面有個 哎呀怎麼會動啊 怎麼會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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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我們是上完課 本來歐陽茵老師要請我們吃飯 我說對不起 我們真的沒有空 我們是餓著肚子 跑到那個瑞東醫院去的 那個時候那個台商 那個也叫做劉太太 跟老師同名 他那個時候真的不會動 他只有是什麼 他只會眼睛動 他就像那個冰凍人一樣 後來我就說老師啊 我說你今天很有福氣喔 我說是我們老師 是破壁之力來到上海 既然有那麼巧的事情 沒想到那個 他那時候講我都不能動了 我要跟那個什麼 國泰航空公司說好 要卸掉八張椅子 然後要接送回台灣治療 因為我們台灣人喔 在上海治療 那是超貴的 那當然他可能 應該是有醫療的那個 補助吧 對對對 結果呢 我就講 我說老師趕快趕快 然後我把它按按看 結果他就 老師 他要按我什麼 我說你 你試試看嘛 對不對 好 結果老師 真的講喔 那個時候他真的就是 只有眼睛動 然後老師跟他按 就像剛剛一樣 按按手 按按脖子 按按那個背 然後呢 按一按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 一直亮一直亮一直亮 說實在的 我們在場 包包我小哥 包包我 我的眼睛也一直亮 一直亮一直亮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既然被按了以後 他就覺得 我好像鬆了 我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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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翻了 那我們就講 真的假的 我們還用台語講 我說真的啊 是假的 他說真的啊 真是 有夠有 就很有效 然後我哥哥還 還複著我 我都講 欸 還真神奇耶 我說對啊 我也覺得很神奇 他真的是按按左邊 然後再給他 叫他翻翻右邊 他真的可以動了 我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耶 後來我講 一不做二不行 我說你乾脆趴個我看看好不好 他說叫我趴 可以嗎 我說 你試看看 結果他就這樣輕輕鬆鬆的把它趴過去 我們講 大概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做骨神經痛的 或者是椎間盤突出的 我跟你講 那個嚴重的時候 不要講說怎麼動 那真的是一點都不敢動 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那個時候可以動的時候 他累都流下來 他覺得說太不可思議 我怎麼那麼有福氣 因此 那個巴掌椅子就不用謝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好高興喔 他又可以去辦他的年貨 這個是我們講最不可思議的地方 再來就是我們講在課堂上 真的講 我們有一個五十間的王總 我這次到上海去 我要去找他 他那個時候五十間 他跟我講 他通了兩年 本身我自己也五十間通了兩年 然後呢 說因為我很有經驗 他上來的時候呢 我就講 然後王總你的手舉舉看 他怎麼舉那個手都舉不到耳朵 他的再怎麼舉都舉四十五度 我說不用啦 不用敬禮啦 結果呢 那個老師就說OK啦 他也好像也是在背後就跟他跳一跳 當場喔 沒有五分鐘喔 他的手居然舉上去了 他也感動到哭了 那個王總 他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他自己去感受的 我們講 我們在旁邊看來就傻傻的 就覺得好像在看 覺得實在是稀奇的事情 那就這樣子 結果那個王總 他本來 他說要買飛機票到台灣來跟老師去 因為他本身開養生館的 他生意還不錯喔 後來是因為那個時候 呃 不是過年 那個時候是因為他本身的那個戶籍不在上海 那個時候我們直飛 就是說他們可以到這邊自由行喔 那個時候只有開放五個大城市 那個時候他好像是 是哪裡人 他不能 所以他很絕望 後來我跟他講不用絕望啊 我說 你啊 在這個上海 多要幾個 跟你同行的也好 因為他這種 他自己開養生館 對不對 然後他也 我們又講 老師又懂得這個實聊 是不是 對他的 他的職業來講 其實是加非常多分數的 所以呢 說實在的 我們都 他們都很期待說 劉老師跟金老師 還記得到 再到上海來 他們那時候不是講說 到江陰啊 他說江陰這些 什麼 什麼坐骨神經痛的 什麼腰痛的 什麼腳痛的 他尤其是中風的 其實現在來講 真的這種 這種病 醫院都不需要 都不要你的 為什麼 因為你慢性病啊 慢性病他也不會讓你住院啊 然後你就這樣 像瘸子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跟著這個劉老師 劉老師真的愛心無限 他剛剛講的 要有慈悲心 要有愛心 可是最主要的是 要把他的本領學起來啦 沒有把他本領學起來 大家真的太浪費了 為什麼 你像在座各位 那麼的踴躍來聽這個課 我只能講 聽下來 你們是淺學 你們學不到那個精髓 那個精髓要到哪裡 就是12月13號 為什麼 那個就是節鎮道 就像剛剛他說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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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26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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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趙 趙 趙同學 他其實跟我一個一樣 你別看我這樣 其實我也很有熱 我的熱性 我的熱度也很夠的 我跟你講我只要坐公車 我看到人會痛 看他這樣摸這裡摸那裡 我就說來來來小手借一下 摸兩下 他講你是醫生喔 我說不是啦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這個 學這個東西 第一個很簡單 非常簡單 為什麼 因為老師會發一本 但是那個上面記載的很清楚 譬如說你是手指的哪一節 或是你這個這個腰骨的哪一節 他真的就是一本厚厚的 然後那個學會呢 他講得很清楚 你頭痛按哪裡 你腳踝痛按哪裡 你的坐骨神經痛按哪裡 我們講 白癡都會 真的白癡都會 我每次都跟老師講 對不起喔 我拿什麼什麼太沖穴啊 什麼什麼穴 我都背不起啦 我才不要背了 我就照本宣科 我們說的打比方講 這個指家 這個就是有指家的部分 我們就講 看自己的指家 一節兩節三節 照著那個點 就給他點下去 背那麼多幹嘛 不用背 所以我才講說 今天上了這個老師的課 而且這個是受用無窮 你可以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朋友 我們講這個叫 一圈一圈一圈 一直往外擴嘛 對不對 你可以幫多少人啊 我們講喔 第一樂 叫什麼 助人為樂 對不對 第二個樂 叫自助常樂 我自己健康 我肯定自助常樂 那如果說 我還可以自得其樂 為什麼 因為我活得很健康 對啊 人生有三樂 我都做到了 人生有多麼快樂 對不對 所以我才講說 真的 今天應該真的講說 今天在座各位 真的太有福氣了 理解嗎 所以呢 希望就是說 12月 怎麼不見了 12月13號 大家踴躍的來參加 六個小時 講報廳 講報廳 花五千兩百塊 有夠小的啦 真的真的 因為我覺得 學到本領才是真的 你如果光用廳 你不會有感受的 OK 希望大家 12月13號 大家一樣 聚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要缺席 因為有12月14號 我要到上 可是我只要回到台灣 我一定會跟緊劉老師 也希望 這個在座的 這個這個 師兄師姐 一樣的 把我們老師跟緊 然後把他的這個 這個能力 學會 然後變成自己的能力 OK 謝謝大家 來啊 祝谷主任 一度順風啊 我會去上海的啦 我一定會去的 這個江陰我也會去 這個 我們知道江陰 江陰會戰 大家知道嗎 國民黨打得很慘 江陰會戰 我也要去看一看 這個 這個課程 我們都是很簡單 那 這個我們秘書長在後面 有什麼 跟我們秘書長站起來 對對對 大家要放鬆什麼 這個時候 我們馬上就做一個決定 還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提出來 大家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 包括 所有的症狀 都可以